有一个国王想找到一句话 说这句话能让高兴的人听了难过 能让难过的人听了高兴 国王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一句话 有一天国王梦到有一位圣人 到了他的梦中来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他想找的 这句话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话 大家听着 人间的一切都会过去 学佛人要理解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你今天的拥有 你今天的名誉地位钱财 因为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当你失败痛苦的时候 它也会过去 当你拥有的时候 也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学佛人知无常懂因果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人生又是一个状态 它不是一个方向 也没有最终点 所以每一天要记住吃两种药 早上吃一颗知足 晚上吃一颗感恩 有一个盲人 他自己打着灯笼走路 很多人都有疑惑 你是个盲人 明明看不见 为什么 打灯笼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 照亮了别人 这就是鲁家思想 鲁家讲的 仁义 礼 仁爱 理智性 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 这就是 鲁家思想 鲁家讲 兼爱 非公 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 必须打灯笼 这就是 法家思想 叫 依法而行 如果他认为 想打灯 就打打 这就叫 道家 叫 无为而为 如果他想借此东来试众生 就是 佛家 普度 有缘 如果他明明看得见 却装作看不见 这就是 谎言者 如果他真的看不见 却打着灯笼 给别人引路 那 就是 慈善 家 大家好 啊